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分享一个油条的新做法 盆中放300克面粉 3克酵母,3克白糖 3克泡打粉 5克食盐 再加一碗葱花 用150毫升的温水 一边倒一边搅拌 先把酵母化开 再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然后把面粉搅拌成絮状 下手和成面团 揉光以后 盖上盖子,密封发酵至两倍大 搅成这样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 把发酵好的面团放上去 不需要揉搓 直接搓成长条 用手把长条按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0.5厘厚的薄片 擀好之后用擀面杖 把两边整理一下 这样会更加整齐 再用刀切成3厘米宽的长条 然后盖上保鲜膜 再次饧发10分钟 10分钟之后 把两张长条落在一起 用筷子按压一下 做成油条的形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油条的两头捏紧 防止下锅的时候散开 锅中放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把油条放进去 开小火慢慢炸 等到底部炸到金黄色的时候 给油条翻一个面 四两面都均匀的收热 两面全部炸到金黄色的时候 烙出控油 出锅 美味的小油条就做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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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